欸!沒想到被這麼小的小鮮肉求婚有點嚇到 以前小時候是蠻希望可以早婚早生 但我已經錯過那年紀之後呢 發現我還是全力投入在事業 這種感情的事還是順情自然好了 好久不見了 自己嗎?目前好像還沒有這個計畫 因為就是想說全力專注衝事業這樣子 第一次被求婚的心情如何? 欸!沒想到被這麼小的小鮮肉求婚有點嚇到 會不會擔心他的安危因為香粉會暴動 不會啦!香粉都非常喜歡我紫紫 所以每次看到我POIG的動態都會關心我說 欸!他最近又長大了!他又會講話了 所以他們是非常喜歡小紫紫的 你可以直接想說大概什麼時候 參加力也好 以前小時候是蠻希望可以早婚早生 但我已經錯過那年紀之後呢 發現欸!我還是全力投入在事業 這種感情的事還是順情自然好了 那有幻想過你的求婚場景嗎? 你說在家裡的那種小兩口 還是說會在很多朋友面積 我自己其實喜歡低調一點欸 其實我就是可能家裡說好說 欸!寶貝我們明天去結婚吧 我就會覺得蠻浪漫的 喜歡簡單一點的風格 那最近有開求婚嗎? 沒有欸!我都在工作 身邊沒什麼異性有人 那之前有最接近的 就是覺得好像自己結婚這種對象 最近真的沒有 他的初戀 我的初戀 十八歲那一年啦 他是 十八歲的初戀 讓你那時候覺得說 他好像可以定下來這樣嗎? 就是因為那是第一段感情 第一段感情通常比較單純一點點 都會想要嫁了這樣 對 應該每個就是 每個人的初戀都會覺得說 啊!我一定要嫁給對方 之後才發現 欸!原來經歷這麼多事情 嗯! 那你初戀到底期待多久? 十八歲的時候 十八歲的時候 對對對 只要往三年 嗯!蠻久的 就我的學生生涯都是他 他現在就是 如果現在他回來找的話 會想要做個事情嗎? 欸!我們會被廠商說 欸!怎麼問到感情體了 對對對 好!謝謝你們!謝謝! 所以當初為什麼很難忘啊? 我們今天還是 我們要回來珠寶的主題 對對對 是因為他們有送你珠寶嗎? 喔!原來是因為這樣子 有可能是 所以有送珠寶有加分 當然是有加分 我自己是一個非常注重 儀式感的人 所以通常在一些 節慶啊生日啊活動上 收到一些小禮物的話 都會比較開心 那黃隊會玩腳踏的嗎? 欸!目前不會 不會不會 最近體力還好嗎? 因為活動這麼多 還好 對!身長 身強幾件的 對! 我應該沒有用錯成語吧 可以可以可以 你最近有關係一件事嗎? 因為他好像最近有心局 然後沒有平衡 然後你那時候 運動好像都蠻好的 是 我們今天就是 只能 對!珠寶的話題 對! 我們今天只能聊珠寶的話題 不好意思 我們只能聊珠寶的話題 對! 我們只能聊珠寶的話題 對! 我們只能聊珠寶的話題 對! 我們只能聊珠寶的話題 我們只能聊珠寶的話題 我們今天品牌就是 對! 會! 會! 他是好朋友 哈哈哈哈